每到年底 就是基層棒球最幸福的时候 因为有很多训练营 都会在这个时间举办 许多大咖球星 甚至旅外选手都会参加 不仅仅是将自己的经验传承 同时也是他们回馈 台湾棒球最好的方式 我喜欢到这里的 就是这些人的爱情 他们很喜欢这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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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过去的三年 这游戏比较我们的文化 比较台湾球的文化 训练营中的老师 大多都是成绩出色的职棒明星 不过他们在近距离 跟轻棒球员互动后 心情却显得有些感慨 这样看下来的话 其实蛮多选手的资质 让我觉得蛮惊艳的 其实还有非常好的先天条件 我觉得差最多是身材吧 因为我以前大概只有160公分 现在的高中生都比我们还要高 我觉得可能吃太好了 以前我们都吃不好 先天条件出色 在下功夫苦练 球技自然也能更进一步 但最重要的是 绝对不能因为任何原因 改变你对棒球的态度 我其实跟他讲说不要变坏就好了 就是还是认真打球 就是不要走不变坏 希望藉由这些王牌教练的经验传承 让这些年轻选手们 在观念及技术面能更上一层楼 炒自己的梦想更加迈进 就是很认真 然后很会带动球队的气氛 然后又很搞笑 他也不会给我们压力 他在球场上面都是用鼓励的方式 整队的气氛会非常地好 不管是好或是坏 就是球队的气氛都是 总是就是特别开心 其实他在球场上都满要求 但是私底下就是没有练球的时候 其实都是一个满开朗 就是会去闹同学 闹队友 然后让自己 让我们那种球队的气氛再更好 这位大家口中练球认真 自我要求甚高的选手 就是中华培训队的台湾队长 杨戴军 这次还是一样 就是会想办法让大家和乐一点 然后把 所以是气氛吵了起来 这一年蛮多的国际赛嘛 然后一直来 然后自己也没有什么休息的时间 最大的是心理状态 然后要怎么去调试自己 然后面对每一个比赛 也用不一样的心态 去面对每一个比赛 从2014年创造奇迹 涌夺第一的21U世界棒球锦标赛 到与日本共享冠军的世界大学运动会 再到击败强敌日本 夺下亚军的亚锦赛 一直到2015年底的冬季联盟 杨戴军在中华培训队都受到 郭黎总教练的信任 连续四次受命担任队长重任 到底是什么原因 可以让他连四拉四 成为总教练心中的第一人选呢 现在心境的学弟还蛮多的嘛 我也告诉那些有经验的学长 就是带着学弟一起去做这样 我想会比较快的进入的状况 因为这次是没有集训的嘛 就直接来训练 然后去直接下去比赛 所以有跟几位学长去讲说 就是带着学弟一起做这样 不管怎么样 我就是希望可以打好每场球 然后用很好的态度 然后精神去在球场表现 因为毕竟这是自己的舞台 然后就好好掌握每一次的机会 他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队长 就是很会带动啊 在球场上 就是把我们就是怎么样打抱 就是把我们带起来 打到很好这样子 很好因为他会就是 把大家都团结在一起 然后就是不管比赛输赢 然后其实比赛完 我们就有一个群组 他都会私底下传一些 就是就算输赢 他也会传一些鼓励的话 其实他传那些话 其实还都还蛮感动的这样子 会把每个球员的心 都带到团结一点 很搞笑吧 然后他就会自己 反正就会自嗨就对了 然后会把整个气氛炒热这样 跟这些学弟会 就是融合在一起 不会说他是学长 我们是学弟 就会有一种距离这样 低潮的话 可能 带我们出去调整吧 带我们出去放松 个性开朗外向的他 并不喜欢死气沉沉的气氛 因此常常在球队低潮 或比数落后时 主动跳出来领导大家 重新将低落的事情 凝聚在一起 久而久之 他与队友之间的关系 就越来越紧密 除了身负队长重任之外 他还是球队的心理医师 越紧张的时候 他反而越要球员放松 因为杨戴军知道 唯有抛开压力 才有机会战胜压力 这是我们的那个 中央队的救援投手 他今天早上 把一张椅子做坏 放检 不是 放检 你要 来谈谈一下 最近状况怎么样 你状况啊 对啊 还不错啊 经历过九级剧场之后 他的调整得还不错 他你觉得最刺激的一场比赛 你知道吗 从东京一直到你 就能跟他 允许保送三个人一场比 你知道对日本人知道吗 其实我在场下也是 差点躲背 也蛮紧张的 你差点去躲背不能挺胸 所以我们第二梯 新进来的学弟 他叫曹帅 嗨 对镜头 嗨 我叫曹卫 来自台湾提大 那你觉得来这边 心情怎么样 气氛都很好啊 大家气氛都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 你准备好就丢了吗 准备好了 你今天有下去吗 有啊 有啊 那就好好表现了 好 加油 好 超赛 冰杰林有没有帮你聊啊 好啊 有没有 聊一下你最近状况没 投了第一场之后 休了这么多天 没有啊 我有说大方对我丢一场 丢一场之后 你下一场出赛是什么是吧 一拜六 一拜六 所以你也是属于假日的 票房的 没有 有耶 票房交给你们就好了 是吗 蛮称职的 救了很多颗球 谈一下你昨天 昨天那几颗的那个 心得 对 运气好 然后呢 好 有什么 不会啊 真的不会啊 想要把每一分锁下来啊 确定呢 好了今天继续加油 然后这次都还蛮多 第二梯新的都是学弟 剩下我跟在里面 我跟任雷的年纪比较大吧 然后我们就 带着这些学弟去做一件事情 OK 自从新台湾队长作证以来 中华培训队的成绩有目共睹 也让台湾球迷看见了未来中华队的新希望 曾经杨带军也只是颗棒球种子 需要透过尊专教诲才得以成长 未来他也将以学长的角色 领导球队协助后辈 让更多棒球种子发扬光大 加油吧 新台湾队长 请你继续带领球队征战沙场 为台湾 为中华队 创造更多的傲人辉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